小哲这几天风透大盛, 君主、法院、检察院和国家奥运团队纷纷给出支持牌面,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, 俊子则在横店深入剪出, 记者和倩碧直播那天两人栖息情侣状况之后, 前天穿的是一件杂货19.87美元的T恤, 昨天穿的是一杯橙色汽水, 这是进入家居日常模式了吗? 还记不记得小哲倩碧直播那天工作室发的微博, 短短的一条, 反复提到夏丽宁, 看了中餐厅, 大家才知道原来俊俊在夏丽宁, 工作室的这张图片里也被山人扒出小哲手指的柑橘上有西蒙的签字, 虽然也有人认为是巧合, 却总是有执着的人, 居然去做了笔记鉴定, 结果居然是与公俊西蒙的亲笔签名为同一人所为, 佩服山人课堂的严谨, 公主出街这含橘量也太高了吧, 这是给8月2号预热了吗? 去年的这一天, 小哲发微博, 我有镜子了, 大家都懂这是什么意思, 而那神奇般存在的反复出现在山人视线里的六角罗姆塔斯奇婚戒, 哲汉作为第一位品牌大使, 竟然被定在这一天官宣, 山人们为他们的这一天庆祝吧, 祝福他们的现在和永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